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感謝神 賜我求疏主 感謝神 豐富預備 感谢神 过去的同在 感谢神 住在我旁 感谢神 赐温暖春天 感谢神 几两秋季 感谢神 莫感我眼泪 感谢神 赐我爱你 感谢神 祷告梦应允 感谢神 为梦吹停 感谢神 我曾经风暴 感谢神 丰富供应 感谢神 赐我哭语了 在绝望中的灰 感谢神 赐无限恩典 感谢神 无彼此爱 感谢神 赐不旁玫瑰 感谢神 玫瑰有赐 感谢神 赐家庭温暖 感谢神 有福盼望 感谢神 赐喜乐忧愁 感谢神 赐天平安 感谢神 赐家庭温暖 感谢神 赐家庭温暖 感谢神 赐家庭温暖 今天每日言经事宜的进度 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一到四十七节 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从三个方面 来为自己做见证 这个在生命纪的十九章十五节 对于诉讼的时候的要求 就是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 那耶稣呢 他深知犹太人的律法 所以在三十一节他说 我若为自己做见证 我的见证就不真 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见耶稣他指出三个方面的见证 三十二节说 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 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 所以第一个见证是施洗约翰的见证 三十三节说 你们曾猜人到约翰那里 他为真理做过见证 我们从前几天读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九节 提到犹太人从耶路撒冷 才祭司和立位人到施洗约翰那里 施洗约翰就见证耶稣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章的几节经文 二十六节说 约翰回答说 我是用水施洗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 是你们不认识的 二十七节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二十九节说 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一章三十二节说 我曾经看见圣灵 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他身上 33节接着说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 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身上 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所以在34节 约翰说 我看见了就证明是神的儿子 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耶稣他先说明 犹太人都喜欢听施洗约翰 但是施洗约翰的 就像油灯一样 他虽然可以照明 但他却不是自己发光的 因为耶稣才是自己发光的 所以约翰的光是暂时的 是有限制的 34节说 耶稣说 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 然而我说 这些话是为要叫你们得救 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我们 都是为了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35节耶稣说 约翰是点着的明灯 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 因为约翰他的光 光是有限制的 所以这些犹太人呢 喜欢听他 可是却不悔改 所以是暂时喜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真的要真实的悔改 我们里面的一切的行为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志 都要完全的交托在主的面前 接下来耶稣提到第二个见证 第二个见证是 耶稣自己在世上所做的事情 36节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 因为父交给我所要成就的事 就是我所做的事 这便见证我是父所拆来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耶稣所做的事 见证了耶稣是从父神那里拆来的 那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呢 见证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儿子 单单我们从约翰福音 我们前几天读过的这些经文 我们可以有几个我们因为实践关系 我们简短简单的恶要的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他呼召拿弹业 还有加拿婚宴使水变酒 那这个呢使水变酒的神迹是耶稣行的头一见神迹 那耶稣在撒玛利亚妇人 这在第四章的时候 他说出了撒玛利亚妇人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那耶稣在加利利医治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在加利利 可是呢他的儿子在加板农生病快要死了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 这是他从犹太回去之后所行的 那耶稣也医治了一个38年 病了38年的病人 我刚才有说这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是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那耶稣接着说 猜我37节说 猜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 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 38节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 因为他所猜来的你们不信 所以在路加福音3章21到22节 有讲到耶稣受洗时候的那个情况 那经文是 众百姓都受了洗 耶稣也受洗 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所以旁边的人没有听见 可是耶稣听见了 耶稣听见了 所以耶稣说他 你们没有听过他的声音 那耶稣他听过天父的声音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相信耶稣 而且我们要去传耶稣 那第三个见证是圣经 39节说 你们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40节 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43节 我奉我父的名来 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别人奉自己的名来 你们倒要接待他 44节 你们互相受荣耀 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 怎能信我呢 45节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 有一位告你们的 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46节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 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47节 你们若不信他的书 怎能信我的话呢 耶稣就是摩西所写的书 以及整个旧约圣经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 他现在已经来到世人中间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如果按照正义查考圣经 他们就应该接待耶稣 他们就应该接受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 尊敬他 听他的教训 但是当时的人并不是这样 所以 耶稣才说你们要查考圣经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耶稣提到有三个方面的见证 第一个是施洗约翰的见证 刚才我们前面提过 第二个是耶稣自己在世上所做的事 这除了从神来的独生儿子之外 没有人能够做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第三个是圣经 圣经见证了整本书 整本旧约圣经都在预言耶稣的到来 弥赛亚的降生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今天听完之后 我们读完这段圣经之后 想一想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有什么样的运用呢 我想第一个让我们也可以学习像施洗约翰一样 让当有人来问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向周围的人来介绍耶稣 我们可以介绍耶稣 那什么是介绍耶稣呢 就是去传福音 就是去传福音 把耶稣的好消息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扬 那圣经上也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 求神帮助我们 你千万不要自己觉得说 这个人不会啦那个人不会啦不 想一想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自己是不是觉得我们一开始就会相信 其实不一定嘛 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也是别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我们身上 陪伴我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才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 求神帮助我们 第一个要效法施洗约翰 我们去传福音 介绍耶稣 第二个我们可以起来用自己的见证来见证耶稣基督 我们去为人祷告 我们可以去为人祷告 我们去为人启示信的话语 我们可以拿天赋小卡给他 我们去向人来见证耶稣基督 把我们自己的见证准备好 我们在门徒班的时候 有请大家准备90秒的见证 对不对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你可以准备一个5分钟的见证 在幸福小组你可以做见证 可是你可以简短的见证 比如说在捷运上 在电梯里面 你简短的碰到你的朋友 你就可以很快的诉说 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同时呢 也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都可以有新鲜的见证 所以鼓励大家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祷告写下来 记录下来 当神成就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最新鲜的见证 也求神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去为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祷告 去为他的工作祷告 为他的职场祷告 为他的身体 如果他有病痛 或家人有病痛 为他祷告 那我们也可以去为他做启示性的服事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祷告 让他看见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透过祷告 让他经历神的恩典 我们的祷告 可以成为他的祝福 因为是上帝做的 我们只是器皿 上帝透过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第三个 当然是要熟读圣经 求神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让我们每一天 我们跟着教会的进度 我们可以读每日言经示意 每一天都只有几节的经文 有的时候 如果经文少的话 可能是一张的圣经 求神让我们跟着教会 我们慢慢的读 熟读圣经 那我们也可以跟着教会 一年每一天四张的圣经 很快的把圣经浏览一遍 让我们加强我们的印象 一年一遍 两年一遍 你慢慢慢慢你对圣经 会越来越熟悉 熟读圣经 让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的情感 让我们的意志 充满了神的话 让我们的思想情感 意志充满了神的思想 属神的思想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分享了三个具体的行动 第一个是传福音 第二个是做见证 第三个是读圣经 求神帮助我们 在2022年的 现在开始一个半月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还有十个半月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有传福音的果子 让我们可以有许多 如果我们为人祷告的见证 我们自己祷告的见证 我们可以好好的读圣经 让我们在今年有一个全面的提升 一个全面的更新 就如同牧师在跨年的时候勉励我们的 我们要像约瑟一样 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 愿神祝福我们在全的旁边 我们可以好好的在树林上扎根 在树林上成长 在树林上成熟 同时我们可以探出墙外 我们可以去传福音 做见证 我们可以为人祷告 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祷告之前 也许在你的圣经的旁边 或是你的灵修笔记的旁边 或是每日年经的旁边 你写下几个名字 具体的去向他传福音 你从现在开始关心他 你从现在开始就像牧师说的 你送他咖啡 你送他天赋小卡 鼓励大家 牧师说的话我们要去做 照着行我们就蒙福 蒙受牧师带给我们的祝福 求神恩待我们 真的 三个简单的行动 传福音 做见证 读圣经 你的人生将不再一样 让2022年 我们在树林上全面成长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恩待我们 主啊 孩子实在着口笨舌 主啊 但是还是求祢恩待 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我们下定决心 不管我们觉得是不是困难 但是让我们跨前一步 我们跨前一步 让我们都探出墙外 我们可以去传福音 主我们像施洗约翰一样 介绍耶稣给周围的人 介绍耶稣给不认识耶稣的人 主我求祢恩待 让我们可以做见证 让我们每一天经历祢的恩惠 让我们在祷告蒙应允的时候 我们见证祢的恩典 让我们随时预备好可以做见证 主啊也让我们可以去向我们周围的人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祝福无论是他们工作上的需要 家庭上的需要 关系上的需要 以及他们身体上的需要 我们都可以去祷告 求祢恩待 求祢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成为祢手中贵重的器皿 主啊也求祢恩待 让我们下定决心 好好的读圣经 好好的在属灵的根基上成长 就如同牧师所勉励我们的 我们是要在泉的旁边成为多结果汁的支持 我们要连结于葡萄树 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恩待我们每一个人 2022年不再一样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